三代蜘蛛侠到底有多化老 至尊法师奇异博士被他几句话整崩溃了 卷福正在给他施展一望中 让全世界人都忘记彼得是蜘蛛侠 彼得一听这不行 要让女朋友穷斯记得我 于是卷福重新施法 彼得转念一想 还有好兄弟内德 无奈卷福再次重新施法 此时彼得又想起还有梅和哈皮 从施术开始彼得一直改变规则 然后又一直在旁边碎碎年的干扰 导致施法被破坏 卷福和彼得都被弹到了一次原空间 空间中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跑出来 好在卷福及时复原 卷福弄施他干扰施法 导致咒语完全失效 如果不是他及时收手 可能会发生灾难性的事情 并劝说彼得面对大雪落选这件事 可以尝试去跟校方沟通 随后彼得来到校方老师的位置 正当他在跟老师交谈时 他的蜘蛛感应察觉到了危险 他跳到车顶 看到前方的车辆都陷入地里 突然一只机械触手破途而出 来人正是一带蜘蛛侠里的章鱼博士 章鱼博士一上来就质问彼得 他的太阳能量怎么没了 彼得被问了一头雾水 章鱼博士见无法沟通直接出手 抓起车子向彼得扔血 刚把人救上来 就被章鱼博士缠住 随即将他扔了出去 这句话直接惹没了彼得 直接变身战斗形态 就在老师危险之时 彼得及时出手用蛛丝抓住车子 但在他准备救老师时 章鱼博士用触手将他抓住 还撕裂了他的战衣 而下一刻 纳米技术被触手吸收进化 四只触手都变成了红色 这时彼得去掉面具 章鱼博士疑惑地发现 他不是自己认识的蜘蛛侠 而吸收了彼得战衣的触手 竟然被彼得掌控 就这样彼得成功反败为胜 救下老师后 用触手困住章鱼博士 这时一个绿色的炸弹滚到桥上 瞬间发生爆炸 烟雾中一带蜘蛛侠里的绿膜现身 他禁止向彼得飞来 就在这时 一个传送门出现 他被卷夫传送到圣殿里 这里还关着超凡里的蜘蛛人 卷夫向他解释了现在的情况 因为彼得多次修改咒语 导致咒语失控 让时空发生了紊乱 迎来了宇宙中 所有知道彼得是蜘蛛侠的人 卷夫给了彼得一个咒术手镯 用来抓捕从其他刺眼跑来的人 全部抓完后 再由卷夫把他们送回去